长期熬夜 当心身体伤不勤 一点到三点就是人的胆 而胆主生发 什么意思啊 一点以后身体就是一个小幼苗 这个幼苗开始生长的时候 这个人的状态就特别精神 但这种精神实际上是在以付出身体的 燃烧作为代价的一种精神 睡觉时流口水磨牙 竟是因为吃太多 如果您晚上临睡觉之前再来一顿火锅 一个是睡不踏实 因为肠胃在工作 终于讲胃部合作 或不安 比如说不安以后怎么办 流口水磨牙 专家现场教您自制果蔬汁 缓解熬夜困扰 眼睛最耗费的是哪种维生素 维生素A 选择胡萝卜素 含量比较高的蔬果类的 特邀北京同仁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李志 和您聊聊熬夜惹的祸 老刘下厨 为您送上一道美味的 炸鱿鱼圈 精彩马上开始 欢迎各位收看影视养生会 现代人的生活呢 跟过去不太一样 过去我们是日息而歇 日出而作 后来呢 有了电灯了 大家睡得稍微晚点 十点来钟也就睡了 而现在啊 有些人十二点 一点 两点才睡觉 这样就叫做熬夜 熬夜是一个 不慎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熬夜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有请北京同仁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李志老师 有请 李志 北京同仁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部顾问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专家 中国药膳研究会理事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胖胖 著名主持人张岳 养生达人李嘉念 熬夜可以看怎么区分 我是每天十二点左右睡 那也不早啊 这算不算熬夜 算早的 在北京人来说 每天我十点钟之后 洗洗涮涮 然后我再做一套 我自己的那个健身方法 差不多不到十一点 我必须躺在床上 然后倒床上就睡着了 在您这个年纪来说啊 张老师 您也算不算 对对对 但是我睡觉质量很高 时间不长 可是我经常睡醒了之后 不知道自己在哪 我就证明我睡得很好 思许梦游赖 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其实真的你说 是十点半还是九点 还是十一点 应认而已 原则上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主张大家 在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上床睡觉 但是比如说刘老师 那么他基本上十二点 这个其实如果一直是坚持 以他自己的这十二点 作为标准的话 您基本上是早上几点钟醒 大家告诉我们一下 七点来钟 那么你看这个时间 他大概能保证七个小时 对这个年龄来讲 是相当合适的 没什么问题 那就行 那就行 我们看这个 重庆二十七岁的小杨 最近在洗头梳头的时候 发现头发突然间掉了很多 头皮上出现了四处花生大小的突块 经医生就诊 这是因为他长期熬夜 导致肌体免疫力下降所致 原来小杨每天 必玩手机游戏到凌晨一点 这样的生活保持了好几个月 这算什么呀 这算什么呀 小李啊 终于我们讲那个 和你无关的病症 就托把 老师您别说 到我老师了 原来我的发量 原来是我现在的三倍起码 我就是照比我前几年 后来也是逐年递减 我想是不是自己年纪 越来越大的关系呢 后来想跟熬夜也有关系 我几乎每天晚上 正常来说是两点睡觉 其实在这聊 我来说一下 就包括前一段时间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家常说的 但是不那么理解的 就是肾虚 对 首先中国人对肾虚 理解非常狭隘 但我后来研究了半天 比如黄帝内经人也在讲 女子七岁肾气十 那么首先就告诉你 这可不是男性的专利 这可不是说只有男人有妖子 第二一点 不是说只有老人 比如说小孩 女孩 这个男孩 老人 他在不同阶段 其实肾跟人体 所有的生长 生殖发现都有关系 所以后来我就想 肾虚怎么来定义它呢 是你所有脏腹 比如说你一开始拉肚子 是哪儿虚啊 可能是肠胃 也可能是脾胃 但是虚到一定的程度 你天天拉 吃什么都拉 甚至终于有一种病 拉到什么程度呢 早晨五点钟准时拉 叫五更线 那是什么虚啊 是脾肾阳虚 我觉得啊 肾虚其实就是一个 五脏六腹 在崩盘之前的一个 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你什么样的 这比那还可怕 不 快崩盘了 这个 你可以理解为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所有的一个小事情 你在不注意之后的 常年累月的一个 亮到质的改变的时候 最终都有可能会累积到肾 所以肾虚 其实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你这事情过度了 也许你熬夜 可能一年你不觉得 十年你也许还不觉得 等到真的到了一定年头的时候 你发现所有的 崩盘的事情就都来了 那脱发跟熬夜有关是吧 所以我刚才讲了 这个习惯 它已经肯定不是 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了 首先它肯定今天很紧张 因为玩的时候 大家非常去关注 那么平常情况之下 睡眠 我估计它早晨 可能还得上班吧 那可能睡眠 总体时间量又不足 中间如果再惦记一些事情 睡眠质量又不够好 他玩完电子游戏 非常兴奋 肯定睡不好 对 这只是我们知道的 其中的一小段的 生活上的不太好的情况 还有其他的 可能这些原因都有 比如说我们认为 和外界的环境 和接触的问题 比如说包括有些人 喜欢游泳之后 里面游泳池的一些的东西 它没有及时地去清洗掉 是不是长期的烫发 染发 接触一些不良的物质 等等 我们说外界的 还有身体的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它这个脱发 好 这就是我们中医 一贯要讲究的 睡眠的最佳排毒时间 晚上九点到晚上 十一点就淋巴排毒 是 它在排毒 那它说睡着了才排毒吗 醒着就不排毒吗 那您在 醒着的时候是用脑 您睡着了以后 还在用脑 做梦是吗 不是 就是说我不睡觉 它不是也排吗 醒着的话它排毒 我说的概念就是 您的身体 一定有一部分是在休息 或者在工作 然后再反过来的时候 这个另外一部分就开始再去休息 比如说最简单 大家好理解 就是人的肠胃 您这白一天三顿饭在这要等着 而且吃完了 您是嘴 嘴停下来了 它不停 它不停 这等个从您醒来 从喝水到吃饭 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 这段时间内 其实基本上它没怎么太休息 还有些朋友在吃点零食 咱再吃点量多点的 它在上个夜班什么的 结果您到了晚上 您休息了 如果正常的不再吃东西了 那它就该休息了 对 我们都知道肠胃的这个 里边的这个细胞的代谢 大概几天的时间 它要修复更新一下 像咱们那车保养一下 如果您晚上临睡觉之前 再来一顿火锅 您发现什么样的情况了 一个是睡不踏实 因为肠胃在工作 中医讲胃不合作 或不安 比如说不安以后怎么办 流口水磨牙 对 你就听那夜里渗得上 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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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以为是回虫 不一定 有可能是你肠胃里的 是太多了 是太多了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您肠胃得不到休息 怎么办呀 慢慢久而久之 比如说溃疡啊 肠胃的问题啊 甚至到了将来的癌症啊等等 那谁造成的 您自己的身体 熬夜造成的 哦 这么严重 那淋巴排毒是排哪儿的毒啊 淋巴排毒这个词 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啊 如果从西的角度 我们把它等同于 类似于换一个词 叫中医的三胶 中医的三胶 就怎么来理解中医的三胶呢 中医本身对脏腹 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虚的状态 大家感觉有点看不见 不太好理解 三胶你可以理解是三层楼 上胶 中胶 下胶 就是最上面这层楼呢 中医讲上胶 包括心肺 中胶这层呢 脾胃 下面呢 肝肾 所以基本上算下来是五脏六腑 都在这里了 那我们就形象的比拟 为五脏六腑 就是那个葡萄粒 三胶 就是连接葡萄粒的 那个小枝子 那个梗落 所以这一点您要是不去上床睡觉 怎么样呀 那个梗落一散了 五脏六腑就变成那个单独的葡萄粒了 对对对 您的意思就是说 张老师也十一点才睡 就是我们这几个人淋巴排毒都排不出去 我刚才讲了 如果您相对来讲比较规律的话 也行 它就会延后而已 差不多 差不多 晚上十一点到夜里三点呢 就肝脏开始排毒 这个我们都差不多 都可以 夜里三点到五点呢 是肺 所以其实肺排毒 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 您就关注一点 就早上三点到五点 有呼吸系统问题的 比如说肺心病 比如说慢喘之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哮喘啊等等 这部分人容易在这个 大概四五点 没有那么准 差不多这个时间 有时候别人家里也有这样的人 你就听吧 咳咳咳咳咳 就干这事了 好像是 就大概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有时候咳嗽 也是在这个时候 没有说零睡 刚睡着会咳嗽 这个是人最薄弱的时间 也是最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 对 心脑血管这个时候好像特别多 对 早晨五点到七点了 就大肠排毒了 可是好多人六点钟就起床了呀 比如说很多学生 我估计六点半就得起来了 所以我们的学生挺可怜的 对 我也觉得 所以在这里大家特别关注一下 早晨的五点到七点 在我们中心当中也叫做点某的某 就我们现在一般管上班叫点某或者打卡 那么一般是八点九点的时间 您看他真正的时间是五点到七点 就真正时间是五点到七点 这时候点某不是为了去到单位点某打卡 到厕所 而是为了到厕所去打卡 这时候是我们人的肠子最活跃的时间 在这里很多人做得不好 其实并不是他自己做得不好 他不知道 因为我们肠子最主要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大肠是干什么事呢 排便 排便的 如果你任何一件事情去影响了他 都能影响这个行为的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晨起来 他没有晨起排便的习惯 他也许是下午 他也许是不定时 也许是可能晚上有时间了 下班也没什么事了 拿个杂志两小时一蹲 可能才能蹲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上班 我要送孩子去幼儿园 我要去挤地铁 然后我要赶到单位去开会 你自己还顺序 你肯定把上厕所放在最后边 对 很多时候为了不愿意在外边上厕所 我们都憋着回家上 对 有时候你真的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会把上厕所给忘了 把那事办完了 后来发现该有了 你说得太好了 所以作为最不被看好的排大便这件事情 只有当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料理完了 精神真的觉得放松了 甚至有人告诉你 我不拿杂志去看两小时我没感觉 我必须得放松了 蹲在那 这说明了一点 我们要想早晨 就是形成早晨晨起排便的习惯 一定把所有的事都最好安排一下 然后留出大概有二三十分钟时间 专门什么也不考虑 不要想着 哎呀我得马上走 先憋着 我得送孩子 我想多睡一会儿呀 那就坏了 那又坏了 那您这大便就肯定不规律 是 我如果说 这大便规律有那么重要吗 大便规律当然很重要 肠子也会有一种主动性 也有被动性 您长期啊 他本来在那给你一个信号 说领导 报告 我有感觉了 我要上厕所 你说等着 你不知道我今天要上班吗 我要送孩子上学吗 我要挤地铁 我要开会吗 等着 肠子说好 我等着 今天打报告 没批吧 行 憋着 不就是在肠子里多待一晚上吗 住一晚上 没事憋着 第二天又打报告 说不行啊 我今天更有事 我今天要出差 得坐飞机呢 憋着 完了 肠子一想 你说我打报告 你也不搭理我 对吧 你觉得我不重要 排便不重要 你别的事都比我重要 索性我就 索性我就不打报告了 所以大脑对这种肠子 传递下来信号 慢慢就变得迟钝了 而且久而久之肠子 它就开始懈怠了 它就不愿意给你 传这种信号 你也变得迟钝了 它也更懒得 去给你打报告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您排便 的积极性就越来越差了 慢慢就变秘了 好吧 再回到熬夜 就是熬夜的危害 第一就免疫力下降 免疫力下降 会导致很多的 头发掉也 也是免疫力下降 其实这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表象 说头发 我们知道 很多的是 我们大家谈起来 脸色就会变化的 那个癌 它绝对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情 哪怕是胃癌 哪怕是我们发现 很多的问题 他一定是一开始 本来是这些身体的警察 其实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敌对分子 他想抓起来 结果因为你的熬夜 所以这警察一看 今天我也没劲了 主人都在那 有一个工作 所以我这力量部队 也不行 那算了 今儿这几个分子 我就放过他了 明天再放过去 后天再放过去 今儿就是 敌人的力量大于 军队力量怎么办 那就肯定 有出现不好的结果 熬夜会导致肥胖吗 熬夜晚上就饿 饿了 就加餐 加餐不就肥胖了吗 我发现不是这个原因 胖吗 我发现什么原因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在我22岁之前 我晚上要是熬夜 或者说大学的时候 同学们一块儿 去了趟KTV 回来我反而瘦 因为我代谢好 对 年轻我代谢好 但是我发现 一旦过了22岁 我来北京工作之后 我越熬夜 我那个湿气更重 身体里边的湿气更重 因此就直接也导致 我消化也不好 身体机能也下降 年龄也下降 吃什么不吸收 都在身体里边沉积 别人毒素 越来越胖 你什么都明白 你还熬夜 就是管不住 这个西医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人饿了去吃 饱了放筷子 这是最基本的两个动作 所以我们有这样规律的 吃饭放筷子 吃饭放筷子 由谁指挥 在我们人的脑子里 有这么一个司令部 叫做下丘脑 一个是饥饿中枢 一个是宝石中枢 就两个 一个司令部管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让你拿筷子 一个让你放下筷子 长期熬夜之后 会影响到这司令部 然后你就会感觉 吃饭的时候 好像也不是特别饿 但是放筷子的时候 也没什么明显的感觉 所以就会觉得 我好像还能再吃一点 就每一顿都多吃一点 好像也没特别饱 都是这样就会影响了 你每一顿都多吃 当然胖了 对 所以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肥胖 这个是经常很常见的 我是觉得只要我十二点钟之前睡觉 我会觉得稍稍有一点点饿 喝两口水 或者吃一个小草莓 我可以睡了 但是一旦超过十二点 那十个草莓都不行 非得煮完小面 吃了再点睡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个特别好解释 我告诉你好多熬夜的人 有一种感觉 熬过一个点 就再也不困了 你知道这个点是什么点 我那点就是三点 基本上是十二点或一点的时间 为什么到一点是一个坎 中医讲一点到三点 就是人的胆 而胆主生发 什么意思啊 一点以后身体就是一个小幼苗 这个幼苗开始生长的时候 这个人的状态就特别的 一下子就是 精神 就老百姓俗称就跟打了什么东西 一下子特别精神 但这种精神实际上是在 付出身体的燃烧 作为代价的一种精神 所以看似表象是 你能熬了 精神头好像回来了 然后实力特别好 就这点一定得 对 我就是如果这个点 我告诉你很形象 我去试过 拿自己试过 就跟蟑螂一样 递什么吃什么 我听人家跟我说过 说熬夜 必须得吃东西 不然熬不了 是吗 对 我听说是熬夜 靠食物来 让自己有精神 能量 对 能量 伤害三 皮肤受损 对 太明白了 黑眼圈 黄 没有光泽 长痘痘 各种问题 皮肤暗牙 皮肤下垂 然后毛孔粗蛋 全都是因为熬夜的问题 这个注意中至少 告诉大家一点 比如说 你会发现 脸色不好之外 还容易长斑 对 还容易长斑 叫做 肝气淤质 气质血淤 长期熬夜之后 气虚了 或者气不走了 停在那了 自然血淤质 那肯定脸色 第一不会好 第二容易出斑 记忆力下降 有 早上起来都忘了 昨天熬过夜了 我最近真的 哎呀我睡了的 长期熬夜 一定记得 对 因为大脑的细胞 说一句实在话 它也得修行 我们任何一个 其实都是经常的用 经常的保养 这样交替着 长期用什么 那这东西 只能就最后 4S店不用去了 就是报废的地方 直接就这样 除非你真的是 换一种生活方式 你就 过美国时间 过美国时间 也必须要有规律 但是我提醒大家 你真的在美国 开玩笑 你过美国时间可以 因为那边的太阳 和我们的点时间 时间是相反的 但是你在中国 过美国的时间 时间长的还真不行 是是是 为什么呀 大家会知道 比如说我们说 最简单 大家都知道 补盖有一个环境 是需要太阳 和阳光的照射 那您要是白天 您只能躲在屋里面 夜里面 您怎么晒月亮 还有就是你白天的睡眠 它们不说别的 就是说睡眠质量 肯定不如夜晚 对对 它外面的环境 还嘈杂呢 因为人在光的刺激之下 我们分泌的一种 叫褪黑素的东西 就会少 所以白天你是 比较精神 对 关灯睡觉 老祖宗告诉你 关灯睡觉 为什么 都黑了 没有光线的时候 人睡得最踏实 褪黑素一分泌 你就赶上 困意就出来 所以如果有的人 睡着的时候 灯没关 我告诉你 他一定睡眠不踏实 胃肠危机 这咱们都知道了 心脏病风险 心脏病还有风险 我觉得这个 我有一点感受 有时候录像 可能三四点才能睡 但是早上七点 八点最迟 你要起来化妆 又是一天 就是因为在这种 缺少睡眠 然后又很累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你第二天 心脏跳动特别快 然后开始出虚汗 心慌 我觉得这是影响心脏的 给你两个解释 中医中认为 这种情况叫心脾两须 心脾两须 气血亏须 这种情况下 我告诉你用点什么 你可以稍微选择一点 龙眼 养心脾 但是不能吃多 我怕上火 不能吃了太多 那么西医中认为 是主要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心脏 也是心肌的耗氧力 在增加 而当你去睡着的时候 心率肯定要慢下来 其实心脏就是告诉你要多休息 它能够怎么样 通过晚上的心率减慢 得到相对的一个休息 当然不能绝对 绝对休息就完了 我们是说一个相对的情况之下 但是如果你白天晚上 都让它跳得那么快 都出一种工作 亢奋的状态之下 心脏肯定会受不了 睡眠是身体最佳的排毒时刻 晚上9点至11点 是淋巴排毒 晚上11点至夜里3点 是肝脏排毒 夜里3点至5点 是肺脏排毒 早晨5点至7点 是大肠排毒 在经过长期熬夜的状态之后 首先会让我们身体的 免疫力下降 久而久之便会出现 其他不同的疾病 熬夜还会导致肥胖 皮肤也会受损 出现皮肤暗沉 毛孔粗大等 长时间熬夜 十分有损脑细胞 会使记忆力下降 还会造成胃肠危机 以及增加患上心脏疾病的风险 编辑短信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 和养生专家 到1066 1098 极有机会获得 由咽喉健康领导品牌 蔓延淑宁提供的 护嗓大礼包一份 嗓子舒服是喝出来的 蔓延淑宁 那如果你真的要熬夜 怎么个缓解一下呢 可以多喝一些果蔬汁 自制的果蔬汁 大家都知道 晚上熬夜一定离不开眼睛 你不能闭着眼睛去熬眼 那叫睡觉 关于用到眼睛 其实在咱们的健康节目当中 大家都知道 眼睛最耗费的是哪种维生素 维生素B的流失也很多 维生素A 维生素A 那您知道 维生素A主要在什么里面吗 在眼睛里面呢 在肝里面 但是我们也得去考虑一个平衡 你是补充维生素A 但是这三高的人群 都有其他的担忧 干脏内脏 你怎么办呢 选择胡萝卜素 含量比较高的 蔬果类的 比如说橙色的 橙黄色的 胡萝卜 南瓜 芒果 熬夜最好砸什么呀 砸那个西柚 或者是柠檬汁 又能够补充这个维生素A 很 倍儿精神 就醒了 还有那个深绿色的绿叶的这种蔬菜 芹菜什么的 帮助我们来去补充 所以其实蔬果嘛 要如果大家担心那个蔬果汁当中 如果全用水果特别甜 你尽量的放一点 稍微清脆一点的 黄瓜 黄瓜也行 芹菜 芹菜也行 就蔬果搭配在一起 相对好一点 对 然后西洋参 构旗 黄旗 茶 这可以泡一泡 因为在这里 一定大家注意 尽量选择西洋参 西洋参是比较偏良性的 熬完夜的人容易偏燥热 中间阴虚 所以这时候你要选择上火的参 而且那可以做完了 熬着一熬着夜 脱了衣服就出去跑去了 所以一般有西洋参 构旗还有黄旗 黄旗一般叫固表 固气 它这个固表 就是身体有里边 有外面 相对来讲 黄旗更注意 这个表面的问题 就是咱们身体表面 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毛孔 你怎么知道你毛孔不好了 你发现我老出汗 我这毛孔就跟水龙头似的 那开关啊 要能拧紧了就没事 脑拧不紧就老漏水 对 这时候用黄旗来补气 把毛孔里的水龙头关紧了 这人就不会老这么虚的出汗了 熬了夜之后就特别虚 那个汗如雨下 还是你为你胖 山药杜众夜买茶也可以 山药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杜众今天我们带来了 我希望大家也注意看一下 这个杜众你给大家试一下 它最大的特点 掰开有丝 我知道有杜众茶 对对对有丝 掰开就是丝 那它是起个什么作用呢 杜众可以补肝可以补肾 看见了看见了 特别是对于熬夜以后 腰肌劳损腰疼的人 所以杜众茶在这里要隆重推荐给大家 一个是治疗腰疼 因为它能补肝能补肾 比如说老年人筋骨不好了 我们说骨质疏松了 走路的时候比较迟缓 朱欣忠讲嘛 打断这个骨头还连着筋 筋指的是关节 所以关节要软 骨头要硬 这样人走路就很和谐 也很这个剑步如飞 第二一点 杜众还能降血压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一般推荐给大家 是用炒杜众 这是炒的吗 这是生的 咱们这个可能买的是生的 药店里有生和炒 它价钱是差不多 你要是没有的话 回来以后还是老方法 炒瓜子炒黄豆 不加其他的东西 炒了颜色 稍微变得暗一点就可以了 还有按摩一下穴位 当然这个太阳穴 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且头疼的时候 也很舒服的 风池也可以 风池在我们后脑 这个四珠空 四珠空学在哪 四珠是应该跟音乐关系 对呀 无四珠之乱耳 无暗度之劳行 所以离耳朵 你才能听着乐器 所发出的声音 所以四珠在哪呢 在眉尾 眉尾 离耳朵相对不算太远 眉尾 所以大家其实 要想做这个 太阳穴差不多呀 那不就把太阳穴一块 一起揉吗 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 你用手去刮 从眉头到眉尾 然后再用这个 手腕的根部的位置去揉 整个这全都揉住了 不用手指尖 大家注意 用你的手腕根部去揉 一个是力量比较大 比手指的力量大 一个是按摩的面积肯定大 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熬夜会让眼睛 无法得到足够的休息 长期用眼会导致 维生素A的流失 对此 您可以选择 胡萝卜素较高的果蔬汁 帮助补充维生素 如胡萝卜 南瓜 芒果 柑橘等 可以适量地加入一些 黄瓜 芹菜等绿叶蔬菜 共同制成果蔬汁 也可以选择 羊参枸杞黄芹茶 和山药杜众燕麦茶 在熬夜的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地 按摩丝竹空穴 太阳穴 奔驰穴 来缓解熬夜时的疲惫 我们新浪微博的网友 唐小姐 她26岁 经常失眠 试过睡前喝牛奶 泡脚等方法 没笑 请问专家怎么办 失眠 请问怎么办 这专家没法答 其实失眠原因 真的去很多 刚才 其实刘老师已经说过了 首先第一点 你睡觉之前精神太紧张 无论你是在玩游戏 还是在想事情等等 你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您吃得过多 过饱 又马上躺在那了 这个肯定也睡不踏实 那么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我在这里 就不一一来分析了 我给大家两种东西 大家自己回去 可以来跟自己的习惯 做选择 一个是酸枣仁 对 酸枣仁 酸枣嘛 酸枣汁大家都喜欢喝 酸枣仁 如果是安神的话 清热的话 用生的 不炒 就直接把它来 敲碎了煮水 如果想用它来去 考虑来滋补的话 比如说健脾 安神怎么办呢 把它炒一下 孙岛是挺好的 本身能够养心去干活 而且价钱便宜 还有一个叫白子仁 就是路边 侧摆的 那个果的那个东西 那也是一位重要 它一个可以致失眠 还有一个是润肠通便 这个也是泡菜吗 得煮一下 煮一下 煮一下 非常感谢李大夫 我们给他做吃的 很多人都喜欢吃鱿鱼 味道很特别 但是胃不好的人 最好别吃 它不好消化 所以有些人 一吃完那个鱿鱿 就开始胃疼 胃疼 而且胆固醇 含量也比较高 做鱿鱿鱼 最常见的方法呢 就是把它做成鱿鱼花 炒 然后还有那个 叫做休闲食品 对对对 鱿鱼丝 鱿鱼丝 弄干了给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鱿鱼卷 鱿鱼卷 鱿鱼卷 不叫鱿鱼卷 鱿鱼卷是切成花刀 用水一烫卷起来 就打成花了 鱿鱼卷呢 就直接把它 直接切 就它那个 就不要给它破开 须子不要 须子不要 后面身体部分 不要给它破开 切出来就是一圈一圈 把它炸一炸 就能吃了 炸一炸 我们和平时 做什么猪排啊 鸡排啊 牛排的方法是一样的 有面包糠 干淀粉 鸡蛋 鸡蛋 然后有盐 胡椒 料酒 再加上番茄酱 番茄酱 最后你站着吃的 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腌制一下 你看 加点盐 不是把鸡蛋给打开 加点胡椒 料酒 然后加入 干淀粉 好 可以烧油了 让鸡蛋 让鸡蛋的每一面呢 都能够接触到淀粉 我们做呢 就可以稍微简单一点 本来我们应该是 把鸡蛋 把鸡蛋加起来 蘸一下干淀粉 再蘸一下鸡蛋液 再蘸一下面包糠 这一小圈小圈 那弄起来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把鸡蛋液 就直接倒进来 然后再裹上面包汤就行了 对 现在把面包糠 这就很方便了 这可以是一道菜 也可以是一道零食 没错 蚕的时候 所以也可以做一道下酒菜 当然了 酒不能多喝 夏天喝一瓶水酒 可以了 对 喝酒的时候呢 多吃点油一圈 少吃点酒 哇塞 炸得干一点 也就是说把每一个油一圈 都炸得焦黄了 才出锅 然后吃起来就脆脆的 不会像之前炒的那种 对 但它也不会说是脆的 它的韧性很足 有点嚼劲 有点嚼劲 好了 炸熟了 捞起来 锅咯 鱿鱼圈 炸鱿鱼圈 食材 鱿鱼圈 面包糠 勺料 干淀粉 鸡蛋液 盐 胡椒 料酒 番茄酱 做法 一 先用盐 胡椒 料酒 干淀粉 将鱿鱼圈腌制一下 二 然后 在鱿鱼圈里倒入鸡蛋液 面包糠搅拌 充分让鱿鱼圈 火上鸡蛋液和面包糠 三 锅内倒油 油热后放入鱿鱼圈炸 炸好后即可起锅 脑溜贴饰 一 鱿鱼圈可以搭配番茄酱一同食用 二 鱿鱼中富含蛋白质 钙 磷 维生素B1等多种人体所需营养成分 而且脂肪含量很低 这个菜别着急吃 凉一凉 凉一凉 除了烫熟以外 其实口感也会更好 凉一凉 对 不是烫熟 还烫嘴呢 还烫嘴 好 有一圈 你可以在旁边加点番茄酱 你要喜欢也可以放点芝士啊什么的 也可以赞椒盐 怎么样吃都可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养生笔记 现在不少的年轻朋友都有熬夜的习惯 长期的熬夜会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下降 久而久之便会出现其他不同的疾病 熬夜还会导致肥胖皮肤受损 出现皮肤暗沉毛孔粗大等情况 长时间的熬夜十分有损脑细胞 会使记忆力下降 还会造成胃肠危机 以及增加患心脏疾病的风险 虽然我们无需像古人一样 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但是在正确的时间内 我们应当保证适当的睡眠 来避免熬夜带来的危害 以及疾病的发生 饮食养生会有奖互动进行中 只要您登陆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就有大量的养生笔记供您下载 编辑短信VX 将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和养生专家 到1066 1098 既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天天有惊喜 赶紧行动吧